有關選舉影響到台灣立法院的外交國防委員會的問題 基本上它是國會的部分 然後則是委員會的部分 而且立法院的重大議題還是要拉到全會來表決 而且基本上外交國防議題是看行政部門 是主動的主導的 行政部門主動主導 國會這邊算是在監督 頂多就是制約 但是現在因為台灣的國會 基本上還是民進黨比較多數一點 所以基本上這個還不構成問題 那委員會的部分因為名額差距很有限 也許就是委員裡面一個兩個差距 所以現在等於是維持原來的平衡 台中二選區的話 就是由原來的陳柏惟基進黨的 換成現在林靜儀是民進黨的 就基本上還在換率這邊 那至於林昌佐的話他沒有動 所以就是回到原狀 基本上沒有衝擊到立法院的生態 是這樣子 那可是這件事情當然會反映出一件事情 就大家關心一件事情 就是台灣內部的選舉有沒有被中共的紅色滲透所影響到 然後或者換一個角度來講 就是台灣內部的政治生態 包括在野的國民黨 現在執政的民進黨之間 到底這個平衡往哪個方向走 這也是我們值得關心的一個情況 那我現在利用這個選舉 我來講一件事情就是 有關台灣選民是很有智慧的 就是說他們並不希望看到在野黨 被打趴在地上 這不行了 就是說民進黨如果長期執政也會腐敗 也會出問題 到時候也是會民心 也是會有產生民怨等等 所以呢在野黨這個 就是說國民黨現在不能讓他當在野黨 有他的道理 但是也不能讓國民黨整個 這個基本盤崩盤 被打趴在地上 你說暫時不讓他執政 但是也不能讓他看著他被打趴 對對對 就是說在野黨還是必須讓他有生存空間 然後期待這個在野黨 能夠有足夠的改變 能夠回到執政的地位 這OK的 所以台灣選民並沒有說特別去排斥國民黨 但是因為目前國民黨不能讓他執政 所以你可以看出一個重要現象 就是地方選舉國民黨會贏 但是中央的選舉國民黨贏不了 其實大家都沒有看出這一點 上一次地方選舉 今年又要地方選舉 上一次地方選舉的話 國民黨贏得很漂亮 上次跟公投綁在一起很多地方議題 你看2018年的時候 包括現在台中市長 盧秀燕也贏了林佳龍 林佳龍是民進黨的台中市長 他輸掉了 對不對 所以你從地方選舉來看的話 其實國民黨有很大的機會跟空間 但是一旦到了中央城市的選舉 國民黨根本就贏不了 目前的局面是這樣 那這裡就產生一個問題 就是這個對國民黨的發展很重要 就是這個在野黨 我們不希望他整個被趴掉 現在如果他改不了的話 可能只有一條路就是新的在野黨 來取代國民黨 那這樣可能也不太好 所以民眾黨現在就是磨刀霍霍 搶他的選民 但是他不見得能夠真的取代國民黨 把國民黨的支持者吸過來 所以國民黨的問題是這樣子 國民黨要成為一個 現在先做好在野黨 然後以後變成執政黨 重新回來執政 這是OK的 用社會經濟議題來跟民進黨較量 才有希望 在國家安全這個城市的話 你國民黨不反共還親共的話 根本沒戲唱 因為基於他整體利益 基於國家安全 國民黨其實必須回到蔣經國的 反共親民的 親美的路線 六個字 反共 親美 親民 大家記好這蔣經國的六個字 朱立倫有提過一次 所以國民黨如果在大方向上 路線上 不懂得回到反共的路線 配合全球反共的潮流 你要提出來是反共寶臺 那你如何跟民進黨競爭 民進黨其實沒有反共 他只是親美 後來你親共以後不敢親美 還要跟美國對著幹 在提萊豬的進口問題 所以國民黨自己把事情搞砸了 他只要大方向上回到反共的路線 在台灣內部的話 強調社會經濟的議題 他完全可以重新取得執政的機會 而不需要在那邊自己 當個怨婦一樣到處缺乏自信 顯得很自卑 完全沒有必要 然後這一次台中二選區 好不容易利用這個補選 把台中的嚴家這個地方派系 把它洗掉 國民黨趕快利用這個機會 推出新人 培養新人 不是很好的事情嗎 幹嘛一直 好像會嚴加來當選不可 沒這個道理 桑普律師怎麼看 我覺得心有氣氣煙 就是看到台灣這個選舉 這個看得到四個公投 在2021年底舉行了 而且在1月9號 今年的1月9號 也有這兩場選舉 那一場是中二的選舉 一場是北市的中正萬華區的 那個罷免案 那其實總括來講 我覺得說是民進黨贏得非常驚險的 當然這個結果就是我現在滿意 但是我覺得說結果滿意不代表說不驚險 你看到台中二選區 林靜宜是88752票 贏了嚴寬恒80912票 只是7840票 當然說這個是一個 完全在統計誤差的範圍內 而且這個中二選區 當然是非常在民進黨的角度來看 是艱困選區 因為它是台中黑派勢力的重點 那現在也是看到 它背盡九牛二虎之力 才能夠打贏這個選舉 不但打空戰還有陸戰 非常用功 而且它醫師身份 尤其在薩鹿地區 引起非常大的支持 所以這個地方是非常難 而且嚴寬恒有很多弊案 那看到它這麼多的土地 各方面的 大家都看得到 盧秋燕燕也沒有去 好查這個問題 這個都形成一個 媒體上報導焦點 北市林常佐 其實我覺得說 贏得非常驚險 它是之所以沒有被罷免 唯一的原因 是因為沒有達到那個 罷免的門檻 只差了3943票 覺得是非常少的數字 而且我覺得綠營的票 根本沒有吹出來 因為那個同意票是 那個支持罷免的是 54813票 不同意的票是43340票 可以看得到 綠營的票沒有被吹出來 而且綠營的票倉 萬華區是落後幅度最大的 其中有好幾個禮 基本上都是支持同意罷免的 高與不同意罷免很多 所以我看得到 這個地方引起一個危機感 就是說民進黨 就是刻苦經營的四大公投 但是北部 尤其是北北基 還有陶竹 都沒有讓那個 四大公投完全同意的 是靠中南部 尤其是南部來撐起來的 那你看到這個選舉結果 某程度上 北南那個分開的那個板塊 沒有基本上的改變 所以看得到這個隱憂 會反映到在今年12月的 那個六都選舉裡面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 非常重大的警訓 第二個是 兩個立委都是 外交國防委員會的委員 那剛剛講到 主導權是 那個在行政部門 但那個立法院的 那個外交國防委員會 可以掌管很多 法案的排定議程 還有審議的預算 可以三預算 而且更重要的是 可以閱覽軍方的資料 那現在的那個結構是 民進黨在那個13人的委員會裡面 有六席 國民黨有五席 那原先激進黨有一席 現在就變成民進黨了 那還有五黨籍的 林昌佐一席 那基本上還是維持一個 8比5的一個狀態 但是你想想看 如果國民黨或者說 泛藍的勢力 如果把這個激進黨拔掉 變成藍的 或者變成那個 那個岩寬恒的 或者林昌佐把他拔免掉 換一個藍的上來 就變成7比6的那個情況 就給翻過來 就可以刪掉什麼 對美的軍購就可能會刪減 那這個問題會影響到 美台之間的同盟關係 但這個危機現在已經解除了 第三個事情是國民黨 現在節節敗退 那我的看法是 國民黨現在的情況 是不可能充當一個 稱職的反對黨的角色 我覺得說我在台灣這麼久 我覺得要判斷一個政黨 好與壞 也不是說民進黨永遠都是好 我覺得三個標準 第一個就是你要反共 第二個就是你是台派 台派可能是華獨 就中華民國的主權 也可能是台獨 第三個就是你是右派 民進黨是走左派路線的 所以在這第三個地方 未必是跟我的口味是相符的 但基本上壹跟二是站得很穩的 那你看看國民黨 國民黨的情況是反共嗎 這是一個大問號 你看到紅統派的勢力非常大 你看到韓國瑜 趙少康或者張亞中 也在那邊拉抬自己的聲勢 當然也是因為他們佔據國民黨裡面 一個很穩定的勢力 但卻沒有得到全民的呼應 所以他每次選舉都會輸 但是這個情況會有改變的可能性 這很憂慮 第二個地方可以看到是 你走一個台派的路線 某程度上有些國民黨的本土派 還是非常清晰的 頭腦還比較清楚的 但是我覺得在大範圍來講 我覺得真的是台派的地方 我覺得比較少 台是一個寬泛的定義 不是一個局限的定義 它定基於本土的主權的 沒錯 主權的换位 那第三個地方是右派 我覺得國民黨 其實它有資格也有能力 去做好這個部分 去清商 而且是做中自由的貿易 但問題是這一系列的四大共投 完全粉碎了它右派的想法 比如說你對萊豬的看法 你對各項合適的看法等等 都是跟基本的那個右派小法 完全那個南遠北側 所以我可以看得到 這個地方國民黨失去了 它的就是精神上 價值觀念上的一個主心股 這個問題是非常大 延續下來 國民黨內鬥會加劇 朱立倫現在被逼供嘛 大家知道 那無論是趙少看 韓國瑜張亞中 也在做地方也包圍中央 各方面的也是難以服眾 所以這個情況 他們內部要檢討 但我覺得檢討出來成為 可以讓他那個鳳凰涅槃的機會不大 第四個地方是 民意的外交官與各國交流 有國會交流 也國際交流空間 現在你看到林靜宜跟朱立倫 都非常及格的 林靜宜跟朱立倫 也就是這個 風力產業 精密的機械 打造一個自主的 防衛機制 非常喪心的 你看到林昌左 他扮國外外壞交 也是台灣的國會的 香港有好聯線之一 所以跟 無論是林靜宜跟林昌左 某程度上都是有恩與我 就是我覺得說 也是非常感謝 那他對於 就是我们这个 从香港来台湾这个族群 也是发挥非常多的一个帮助 所以看得到 看得到他们在线上办很多外交 也是历称香港议题 也对于台湾 作为一个主权国家的处境 非常在意 那我觉得说这个 我们希望他们能够加油努力 朱立伦讲过一句话 谁在讲抗中保台 就罢免谁 我不知道这句话 放到现在还有没有用 如果没有用 他不改选 就南选北策 如果不再改选异策的话 那我相信 这个国民党以后的路 是非常难走 所以这个地方 希望大家能够好好守护台湾 其实他去年 前年讲这个反共青免 就讲得很好 当时其实回应 回想还不错的 很快补充一下 目前国民党有三种 就是整个国民党的发展 在台湾 第一个是蒋经国的国民党 第二个是李登辉的国民党 现在是马英九的国民党 这其实现在是马英九的国民党 把蒋经国的国民党赶出去 马英九的国民党要走的是亲中路线 甚至于到亲共的路线 这是错的 他们没有搞清楚 中共所讲的大国崛起或中国崛起 其实关键在于搞好美中关系 邓小平搞好了美中关系 美国强力支持邓小平的改革开放 才有的 那现在美国已经发现 中共不能遵守国际行为规则 美国开始来组成对抗中共的全球联盟 中共现在也没钱了 连统派的台商都要给他收割 现在国民党还有什么期待 能够从中共拿到多少好处 对不对 所以国民党要醒过来 要了解说 你不要以为说 现在中华民国在台湾这边的发展 走了是反共的那个前线 反共堡垒这条路线 就走不下去了 这完全错误的认知 所以他们的亲中 他们以为亲中才是对的 这个路线是不对的 孙中山创立中国国民党 是要推进全中国的现代化与民主化 不是让你跑来台湾打台独的 所以这些国民党最好要觉醒 要回到反共的路线 回到民主的路线 我们共同的期待 是在全中国建立民主中国 而不是你躲在台湾打台独 这不是你的那个出路 是 感谢老师 那我们休息一下来谈一下 这个哈萨克的局势 这个现任的总统 是要在美中俄大三角里面 玩住什么那个杠杆呢 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呢 请留言 按赞 订阅 分享 并开启小铃铛 那么感谢各位呢 长期对我们的支持 新闻大破解团队呢 将持续为您制作 更有值的节目